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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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来是一个高边腿 本来是一个高边腿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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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后呢将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回合的较量 绝建坤还是在比赛当中啊 并不着急 绝建坤现在没有把节奏加快 有意把节奏拖的相对比较慢一点 在这个中间其实不准备多战机 我们说好一点的队员 防守能力很强 而且优慢变快的能力也非常强 所以没有机会的时候 他不会太多的去浪费体力 往后是把距离控制好 尽量防守就不去十分 一点点去复的战机 从刚刚的这场比赛呢 看到的这个消极剑 虽然说赢了最后的比赛 但是呢分数的这个差距啊 也是非常小的 他在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 已经是没有什么体能了 是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啊 控制好自己的 颠备好自己的这个体能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队员来说 如何去分配自己的体能 也是比较关键的 他们来说 来吧 来吧 好 来吧 来吧